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冷冷厚的小鲜肉,人品能好到什么程度? 张艺谋说,他是上天赐给中国影坛最珍贵的礼物 冯小刚说,他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唐山大地震 其中说,他是中国最好的宁愿言之一 演戏的专心程度,甚至让我们忘了,他还是一个孩子 2009年,8岁的张子峰被带到了冯小刚的面前 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连剧本都看不懂的小女孩 居然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整部戏 更是没人想得到,这位全剧组年龄最小的女孩 居然拍得了最脏、最苦、最累的戏 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穿着背心直接往河里跳,一次又一次 被道具压了一整天,后背划出了一道血红色的伤口 这要是换成某些男明星,早就哭着喊着去医院了 而张子峰却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强 面对疼痛难忍的伤口,他没有掉一滴眼泪 而是用唱歌来抵御内心的恐惧 虽然没有哭,但他却把眼泪留在了戏里 这段长达23秒的特写镜头,是他面对母亲的最终选择 在眼泪掉下了一瞬间,全国观众也跟着哭了起来 这段从废墟中醒来的戏份,让子峰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 全是个孤独、无助、委屈、绝望、恐惧、无家可归 这些十分考验演技的镜头,全部被这个八岁的女孩刻画得无比真实 在这部戏大火之后,曾经有人问他当明星是什么感觉 他回答,我不是什么明星,我只是一个演员 2018年,一个演艺圈小鲜肉的标签被黑粉贴在了张子峰身上 当时所有人都对那些年轻且偏抽高的明星嗤之以鼻 但是我想说,张子峰才不是什么小鲜肉 他是一名真正的演员,什么叫演艺圈 在我们看来,演艺圈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员和明星 但是在张子峰看来,演艺圈里的人包括摄像时、灯光时、道具时、化妆时 甚至是发盒饭的后勤人员,理由很简单,没有他们在背后的付出 也就没有台上光鲜亮丽的演员 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九岁演员口中说出的话 而且当时没人教他 唐山大地震中,他是坐在废墟上无助大哭的小女孩 撕心裂肺的表演让多少人跟着为之心碎 唐仁街摊案里他是心思止密 幕后安排好一切,却表面风轻云淡若无其事 假装无辜的小女孩 最后一幕里那个阴瑟瑟的笑容 想必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至今想起仍觉毛骨悚然 虽然年纪轻轻,但一位精湛的演技和令人惊讶的表现力 张子峰被人冠上戏骨的美成 并为很多人预言是未来的影后 就来黄磊夜夸他,是中国的山口百会 气质、神韵 对演戏的态度两个人都很像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优秀的人总有相似的灵魂 即便赞美加深,张子峰也没有丝毫的骄傲 他依旧兢兢业业 接到的每一个角色都会事先仔细研究,揣摩角色,心理力求做到最好 让每个角色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辜负每一个观众的信任 张子峰说过这样一句话 虽然不能决定自己是否为演戏而生 但能决定自己是否为演戏而活 他从不抢其他嘉宾的风头 合照呢也不抢C位 只是一直默默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所以,综艺节目里他是安安静静 沉浸在自己是建立的小妹妹 综艺节目外,他是不断沉淀演好每一个角色的小戏骨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